你旁边那个你朋友我感觉有点眼熟你知道吗 有点眼熟 对我好像在哪见过他 在哪里见过他 哦我想起来了 什么 你你又去农村了是吧 我你就是就是你 你之前还去过农村了 不是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你你忘了吗 哈哈哈原来是你呀我的天哪好好瞧啊 你怎么认识我呀我不认识你啊 为什么啊你你忘了 可能你忘了吧但我认识你啊我对印象是挺深刻的 那个时候你不是装好人吗我上那时候 不不说了不说了好吗 二妹你什么时候会好好的说好好的说好吗什么叫我装好人 你认错人了吧你认错人了啊 不是我认识你的我认识你的 你怎么认识我吗你认错人了 我认识你怎么 那你你把你把视频打开来我看一下你 我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方便好吗 那个我跟二妹聊啊我不想跟你聊好不好 二妹 哈哈哈 你没聊你没聊 你我认识他但是他可能把我忘了 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我都不知道我过过几天来找你我啊 我回来没多久可以啊 刚好我刚好我们可能过几天要回我爸妈家回家 你以前都不怎么爱说话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还就是有点年纪还小嘛都什么都不懂 就是那个时候挺开心的 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怎么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 这个 你呢 你现在变好看了都吗 没有我现在长丑了 没有 你旁边那个我认识的那是以前以前我在 一个地方我看到过他 你在哪里他把我忘了 好巧啊 你你你那个你不要相信他 听到没有 不要相信他 对 知道吗 不要相信他 我刚刚是看到你们那些拍那些视频了 我说你不要相信他 哦 他还生气的他 为什么呢 你你出来呀你出来呀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我说二妹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这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不要相信我你这话 你能不能好好说呀你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没有你你你你把我忘了但我认识你的我认识你的你认识我又怎么样吧你认识我那那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不要相信我你了解我吗 那个我们俩先不讲我好久没见我跟二妹都好久没见了好不容易就见面我不想吵架啊 我就好好想想好好跟二妹聊聊天 我觉得你这个人说话真的是有点气热啊 没有我我是谁你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知道吧现在不方便我觉得是不不不能开始拼 你认识我的你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我我才不想认识你的 二妹啊 你认识阿姨身体还好吗阿姨 身体好吗 我看她刚刚看视频看视频的时候看到她身体不好的吗 那是外婆啊 啊外婆对啊 身体好好多了已经 多亏阿伟哥的照顾 没有那我过几天我也过来那个照顾一下也行的吗 不是你你这么有事没事了你在投学了都这么多年了对吧 你这 说话怎么这样子呢 没有 以前你们是投学吗对不对 但现在不是了吗 那但是你说话有点怪怪的我觉得 那你我好久没觉着了 等一下你出来一下我看看你到底是谁 不方便不方便主要是不方便我现在不方便我都睡觉了 啊 那你你我真的认识你我真的认识你哈哈哈好巧 你知道吗 他怎么说 二妹 你认错识了吧 二妹你出来吗我都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出来吗 我就这样子我这两天感冒了 没状态 我看以前直播间 9000多个人马上一挖个人看着呢 都会露皮的你说话注意一点不要乱说知道吧 我也没乱说呀我就是二妹真的好久没接你了 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都没有是吧 不来得来就是有些话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这什么意思呀这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前就是有点遗憾啊 不是 我都害羞了二妹啊 那个你出来吗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你看我都 疼 你说你是不是那个 你就是你在家里面就照顾好自己吗好吗 就是有 有些人就不要去相信他 听到没有 就是 那个是吧 你好好的说好不好 我没有说你啊 再说我就生气了我跟你说 没有没有 你这明显的说我呀你这 我没有说你没有说你 二妹 哦 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那你说你认识我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我不知道但是我见过你了我见过你的有一次我见过你我见过你好几次了那个时候没有见过我好吧 你认识我见过 现在直播下9000多个人一万多个人看着呢你这说话要注意一点知道吧不要乱说知道吧什么没有没有就是好久没见二妹了我还有有点激动吗就是好久没联系了知道吧 开心你觉得你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哥哥 啊叔叔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叫我叔叔 弄我哎那我 你我不想跟你聊天我想跟二妹聊天 哎呀好了他他可能喝了点 家禽 这个 这个等于号是谁的呀二妹 你的吗 啊伟哥的 他的吗哦 他怎么还生气了呢我没说啥呀是吧我也没说啥呀 是吧 那那你你你在老家的话过几天我过来找你玩嘛好吧 可以 可以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是不是到时候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没有 你别生气啊我们就聊天了嘛 那怎么这么小气呢聊个天啊你对吧 不是小气你说话有点难题知道吧 哪有我 就是问一下二妹什么想想吃什么一样到时候我过来找他玩的嘛啊同班同学你出租同学啊一个班的 来家里面打一包最冷亮来家里面打一包最冷亮 这好好好多人都生气了怎么了嘛我都没说啥呀怎么怎么怎么都在说我呀 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怎么是坏人我就是跟他认识啊我都好久没见了啊就有点激动 你跟我认识吗 我不跟你认识啊我跟我跟你也认识啊但我见过你的你把我忘了但我跟二妹认识呀 我见过你你之前还是在别的农村待过吗 见过我见过我那那那是一个粉丝我的粉丝吧你是 那我我见过你我见过二三说粉丝呢肯定是你是其中一个的粉丝吧你你现实就没有见过我你只是在网络上见过我知道吧 没有我也挺喜欢你的其实我也是你粉丝嘛好不好就就真的你看我也就老是刷到你视频的但是我 就真的我没没想到我会刷到我初中同学啊知道吗你这你你这也没有照片你就一个头像你头发是滑的你这 你不要相信他二妹他是个社会人吧你看头发都是滑的 没有那以前我确实我那个时候二妹还是读书我就没读了我就走了的嘛那个时候我也是个不是个学校拔架就没读了 他都是滑的你肯定是个鸡舌小伙伴 哈哈哈你不要你感觉对我你不要感觉不喜欢我的样子我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就是以前跟二妹认识吗 不是你们是初初投学但是二妹都已经读高中读上去了你这你不读了你就是 但是你现在要见到二妹要尊重知道吧你要相互尊重 你不要来不来就就就就那个啥知道吧 没有我那没说什么呀我叫二妹那个时候我们在初中初中的时候就关系挺好的呀就是一一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 就是天天在一起了嘛 哈哈哈哈 就是同班同学而已 嗯他不可能不可能一直都是朋友嘛是吧二妹是不是 哎呀你是不是喝点8加1啊 没有没有我好激动啊就我真的一那个时候你就不 是你电话号码是不是换了呀我给你打了电话后面你都不接了然后就 我们都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聊天了没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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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看到你了 那个 我把他拉黑了吧拉黑了 那个家二妹那个打一包这轮量好吗打一包这轮量不是你你你说我了吧说我了就就就就挂了吧 那个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怎么可能我让我都好久没 就聊天了我都好久没见二妹了我怎么可能挂掉呀 是吧 二妹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你不管他吗我们俩聊我们的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两个你们什么呀 啊 都好久没见了两年两三年没见了 我们那个时候关系很好呀特别好嘞 我知道你们投学关系好但是你你只是投学的话你说话注意一点嘛好吧 你不要拐弯冒交代你说还有你对我我你又不认识我 说话对我的说话那种态度没有端着一点好吧 没有我认识你我见过你的但是你不认识我嘛但是 我真的见过你我没看我没看没没没骗你的但是我现在不方便开视频啊 那你那你你说我是个坏人你不要相信我什么意思啊你这话说的 你看我没有没有啊这个 那直播你一万个人看着呢你说你你说我是个坏人你说你说你这句话这都是我的粉丝们都听着呢一句话什么意思呀 我没有说你是坏人但是就是我都不认识你你认识你我认识你我见过你的其实你也不是坏人吗你都在帮助二妹他们你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就是我怕你别有用心知道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那你跑到那去那个是不是你不管吧好吧你不管吧我们两个之间你不管吧好吧 你们两个是投学但是现在已经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你就不要那个嘛 但我们俩你说什么二妹你跟你们两个不只是朋友你 我不是什么你说刚才说什么我没提清楚 不可能永远都是朋友啊二妹我们那个时候你看 就是我没有读书了所以不然的话后面我要一直读书的话我们不可能只是朋友的对不对二妹 那不只是朋友那还还还要干嘛你你你想干嘛 这个你不广吗那二妹你知道吧你二妹知道的但我没跟你聊天的嘛你别跟我聊我跟二妹聊 你没聊你没聊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他现在 他你怎么了吗二妹他是你谁呀 朋友 他怎么生气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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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你你你你回来了他你你你在老家的吗我过几天来找你啊 我过几天来找你啊 我都想现在就过来了 我都想现在就过来了 我说你你没事你来找二妹干什么呀 我说你你没事你来找二妹干什么呀 没有好久没见了的嘛 那我以前 我以前真的挺遗憾的我肯定要回来找二妹的 回来了 可以吗二妹 你来找我吗你不要找二妹你来找我吧你觉得是这个说话怎么那么垃圾呢 他他他又是谁啊二妹 你跟人家二妹有个同学你说这这又干嘛呢 但那个时候我要是一直读书的话肯定不是同学了 我那个时候我那个的吗我们关系很好的 那你不过去的事也不要提那些了知道吗 但是好久没见了真的有点激动吗 二妹 怎么了呀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爱说话还是这么可爱 我跟你说你提着 我知道二妹你们两个是同学 这个我也尊重你 但是现在直播间一万三千个人看着呢 有些东西有些话该说不该说的 粉丝都会露皮的你不要乱说知道吧 你说你在这个抖椅上看得过我我我 真的是啊 是二妹以前的男朋友不是我男朋友同学同伴同学 他就坐在我前面的我坐他后面的 不是二妹我希望就是你如果我是尊重你知道吧 我才尊重了他他是他是你的头学知道吧 嗯但是你确定只是你的头学吗 没有跟你任何人关系吗 嗯 来打一包周伦亮来家人们打一包周伦亮 那只是一个头学他说话怎么这么 他他他以前就怎么说呢 读书的时候他想找我那个 找你干嘛找我谈恋爱这些 然后我没同意 然后他就没读书了 那他就好像出去打工去了 现在直播间一万五千个人看着呢一万五千个人 家人们你们说这件事情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说呢 我跟他前面有两年没联系过的 两年没联系过了 两三年 他突然冒出来他看到了 他怎么说话就这样子呢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他我都不确定 不要管他们